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雨菲 今天我们有三条令人瞩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总统拜登在GC峰会上试图向盟友保证 美国领导地位将持续 但前总统特朗普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的计划 让一些盟友感到不安 拜登签署了与乌克兰的十年安全协议 并与欧洲盟友达成了G有关俄罗斯资产和援助乌克兰的妥协方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因无视国际人道法而受到的批评 基辅官员在一场和平峰会上怒斥普京 称其对国际法的态度如同对待厕制 这场峰会主要讨论了俄罗斯绑架乌克兰儿童的问题 并且俄罗斯未被邀请参加 最后我们来到亚洲 香港到北京和上海的高铁卧铺列车正式启动 旅行时间减半 这些列车每周五至周一运行 预计需求将非常高 首趟列车的票在两天内就被抢购一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拜登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场外访 充满了对特朗普回归的担忧 在G7峰会上 拜登努力说服盟友美国的领导地位将持续 但特朗普可能重新上台 并破坏这些计划的前景笼罩着一切 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分裂了 人们对拜登全球领导的信心 而美国选民更多关心通货膨胀和移民等国内问题 一些盟友对拜登政府 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上的犹豫态度感到沮丧 尽管如此 拜登坚持认为 与盟友紧密合作 是应对动荡世界的唯一可行之路 拜登在意大利签署了与乌克兰的十年安全协议 并与欧洲盟友达成妥协 使用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援助 这些行动展示了他对民主与自由的承诺 但欧洲盟友对特朗普可能回归的恐惧 依然挥之不去 The Independent 普京因将国际人道法视为厕制而受到批评 乌克兰儿童被绑架事件成为瑞士和平峰会的焦点 已知有近2万名儿童被强行从乌克兰占领区带走 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国际行事法院已对普京及其儿童权益专员 利亚利沃娃、贝罗娃发出逮捕令 峰会将讨论这些儿童的命运、粮食和核安全问题 尽管俄罗斯为被邀请 中国也拒绝出席 乌克兰人权专员卢比·涅茨表示 俄罗斯对国际法完全无视 阻挠儿童返回 《独立报》的特别报道揭示了一些被绑架的儿童 在俄罗斯遭受虐待和威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儿童权益顾问 赫拉西姆·丘克称 许多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的各个角落远离家乡 国际联盟正在努力帮助这些儿童返回 但只要俄罗斯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真正的惩罚似乎遥不可及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香港至北京和上海的高铁沃铺列车首发 乘客们兴奋不已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宁世雄称 此为突破 为希望隔夜旅行的乘客提供了新选择 中国铁路宣布 从周五至周一运营高铁沃铺列车 香港至北京的列车准时在18x24出发 至上海的列车在19x49出发 两列车分别需要约12.5小时和11小时 75岁的退休人士钟鸿基 参加了中国旅行社组织的首发团 表示非常激动 退休教练许范燕和80MC的罗承辉 也对这次旅行充满期待 认为高铁沃铺列车提供了更舒适和便捷的旅行方式 MTR公司表示 北京方向的列车票价为上铺HK031下铺HK163 普通座位HK937 行政长官李家超此前表示 沃铺列车将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和融合 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移民在墨西哥的故事 这些移民在被美国拒绝后前往墨西哥建立了新的社区 并在南部边境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文章讲述了Long Hink和他的同胞们如何在面对墨西哥工人的欺凌时 表现出忍耐和坚韧 尽管生活艰辛 他们通过赌博和吸食鸦片来逃避痛苦 但Hink选择学习西班牙语 并与当地工人交朋友 Hink利用他的积蓄和信用 从旧金山的贸易公司购买商品 开始了他的贸易事业 中国移民在墨西哥通过家庭信用系统和勤奋工作 逐渐在Six当地市场上取得成功 并在20世纪初期成为小商贩和商人 最终在北墨西哥建立了几乎垄断的小商业和杂货店 日经亚洲报道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意大利的G7峰会上的表现 展示了他的多重对齐外交政策 尽管印度在选举中失去绝对多数席位 莫迪仍然通过与多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 强调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 并重申印度在乌克兰冲突中的和平立场 印度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保持了战略自主 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也未参与大多数反俄决议 尽管莫迪未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 但派遣了外交官出席 展示了印度在多边会议中的存在 观察家认为 莫迪的全球地位位已焉举实力而受损 印度在莫迪第三任期内被视为稳定和增长的绿洲 纽约时报报道了乌克兰在瑞士举行的和平会议 尽管俄罗斯未被邀请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旨在通过这次会议 为乌克兰的谈判立场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支持 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包括俄罗斯全面撤军 支付赔偿和对战争罪行进行审判 然而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了自己的停火计划 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并解除西方经济制裁 乌克兰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普京的提议是为了破坏会议 尽管会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 但一些国家如中国和巴西认为 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直接谈判才能结束冲突 BBC报道称 一部关于一个女孩在出巢后变成怪物的马来西亚成长电影 在其本国被审查 这反映了电影和电视中对月经话题的普遍回避 电影凯利1976和金格尔快照 都将月经描绘成恐怖和排斥的象征 而朱迪·布鲁姆的小说 你在吗 上帝 我是玛格丽特 1970则因其坦穗描述月经儿 在一些美国学校和图书馆背进 皮克斯的青春变形记 则通过主角在情绪激动时变成红色熊猫 来隐喻青春期和月经 Amanda Nell Yu的电影《老虎条文》 也讲述了一个女孩在出巢后变成怪物的故事 在西方文化中 月经话题常被视为尴尬 甚至引发月经贫困 及女性因买不起 或羞于购买卫生产品而缺席工作或学校 在其他文化中 月经仍然被各种迷信和宗教禁忌所包围 尽管恐怖片常以月经为题材 但主流电影和电视 对月经的描绘依然缺乏坦诚 助长了月经羞耻感 南华早报报道 两周前 中国与巴林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决定令分析师困惑 巴林是波斯湾地区最小的石油生产国 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 尽管如此 中国与巴林的CSP旨在对抗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巴林长期以来是美国在中东霸权的支点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驻扎在巴林已有近30年 分析师认为 中国此举是为了向美国发出信息 表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在加剧 尽管巴林与美国有着紧密的安全关系 但中国与巴林的合作并不意味着要取代美国作为海湾君主国的安全保障者 而是为了在大国竞争中多元化其关系和选项 巴林国王哈马德最近访问北京和莫斯科 显示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战略上多重对齐的趋势 他们不再将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视为互斥的 南华早报还报道 中国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像芝麻种子大小的无限生物降解传感器 可以改变脑损伤或癌症患者的监测方式 这种基于水凝胶的传感器可以注射到大脑中 通过外部超声波探头测量温度、PH值、颅内压力和血流量 且精度高于现有传感器 研究人员在老鼠和猪身上测试了这种凝胶传感器 发现它在大脑中可稳定存在一个月 并在四个月后完全降解 无限和生物降解的设计意味着需要监测的患者 不再需要进行额外的手术来移除传感器 从而减少感染风险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小型可注射的无限超声波传感器 能够自然降解 并在临床模型中表现出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测量能力 该传感器在五周后开始降解 但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成工作更长时间 研究人员将与临床医生讨论这种凝胶传感器 在临床环境中的应用 期望其研究能为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做出贡献 华盛顿邮报 多伦多加拿大议员 有意或故意忽视接受外国势力的资金 与外国官员勾结 不正当地干涉议会事务 从而有利于外国国家 并将机密信息提供给外国情报官员 据情报部门称 有些议员是半知情或知情的参与者 这些爆炸性的指控 来自一个由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最新报告 震动了整个议会 在这个已经习惯于听到中国和其他外国干涉报道的国家 这份由跨党派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 如同一颗炸弹 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总理杂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 是否认真对待这一威胁的质疑 更令人担忧的是 委员会决定不公开被指控者的姓名 人数和具体行为 这种隐瞒使整个议会蒙上了阴影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国家安全分析师斯蒂芬尼卡尔文表示 这次的报告是迄今为止最直接和最强烈的 情报机构多年来警告 称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外国势力 试图干涉加拿大社会 不仅针对政客 还包括企业、非盈利组织、大学和持不同政见者 媒体报道 中国试图干涉2019年和2021年的联邦选举后 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特鲁多的自由党在这两次选举中重新掌权 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 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特鲁多 他呼吁政府公开涉事者姓名 但政府拒绝 认为应该由警方调查 并在必要时提出指控 公开姓名可能会泄露敏感信息和方法 并可能在未经证实的情报基础上 损害现任和前任议员的声誉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沃德·埃尔科克 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 他对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 议会内有人越界感到惊讶 政府官员敦促反对党领袖 获得必要的安全许可 以查看为三件版报告 但波利耶夫拒绝 认为这会束缚他对政府的监督 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 在阅读报后是担忧 但感到松了一口气 因为报告中的内容不构成对加拿大的不忠 然而新民主党领袖 杂格米特·辛格阅读报告后 更加担忧 称涉事议员是国家的叛徒 并指责特鲁多和波利耶夫 将政治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委员会的报告称 中国是主要干涉加拿大事务的国家 印度是第二大威胁 多个联邦政党的领导和提名竞选都成为目标 报告提到 一名前议员与外国情报官员保持关系 并主动提供机密信息的特别令人担忧的案例 指出在威胁的严重性和应对措施之间存在持续短层 尽管某些行为可能违法 但由于在法庭上保护机密信息的困难 可能不会导致刑事指控 委员会主席大卫麦金帝 呼吁议员们抛开党派之争 实施报告中的建议 分析人士称 政府在处理涉事者时有多种选择 党派领袖可以将议员逐出党团 特鲁多政府去年还启动了一项 关于外国选举干涉的公开调查 魁北克上诉法院法官 玛丽·乔塞·霍格 在上个月发布的中期报告中发现 干涉未改变2019年和2021年选举的整体结果 但可能影响了少数选区的结果 破坏了选民在没有胁迫或隐蔽影响的 选举生态系统中投票的权利 议会要求霍格调查现任和前任议员 协助外国势力的指控 他需在年底前发布最终报告 卡尔文表示 这令人沮丧 因为这并未解决问题 议会似乎在让联邦法官替他们做脏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Deal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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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Maton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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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